如果你有慢性疾病 在这个疫情期间内 请你要按时服药 可是你的药物用完了又怎么办呢 一定要回去医院 跟你的医师见了面之后 再拿你的慢性处方签 千万不要拿你的药 再回到药局去拿 因为你一定会被拒绝的 因为有很多的处方用药 没有 没有医师的处方 仍然还是没有办法在药局里面拿得到 再来呢 您的病情到底有没有变化 今天我们慢性病 为什么要设在三个月就要回诊一次 才能够再重开 而不是设一年一次来领慢性病药呢 因为每三个月 你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毕竟台湾是有四季分明的一个情况之下 每一个季节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 健康跟你的慢性疾病 所以你有可能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而需要调整你的药 甚至身体的状况的变化而调整你的药 并不代表同样的药要继续一直吃下去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开给你两年三年的慢性处方签就好了 可是呢 慢性处方签就是要让医师重新评估你的身体 是否可以再继续服用这样子的药物的浓度跟频率 那这段时间会不会因为疫情的一个情况 影响到你的心情 睡眠血压还有其他的一些饮食上面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的慢性病用药了 不想要回去找医师的话 那你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因为医院其实都会做非常好的消毒 医师都赶进去了 相信你也可以陪我们一起聊一聊